一進去 那個酸跟辣 馬上明顯感受到 就是你加一塊錢 可以得到這個 一隻雞 對 這個人說你們超帥的 好害羞 哈囉大家好 我是傑佛瑞 今天呢 我來到了板橋 其實我對板橋呢 真的是又熟悉又陌生 因為我之前曾經有一小段時間 是在板橋當上班族 今天呢 我拍獨食這麼久 終於有人要請我吃飯了 然後這間餐廳呢 他也是在板橋 不過今天要 怎麼會有個垃圾飛下來 不過今天要請我吃飯的這家店呢 他的心事其實是火鍋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吃火鍋呢 有點可惜 沒辦法點太多樣 所以今天又邀請了一個 我之前在拍戲認識的朋友 歡迎鴻翼 請問你對板橋熟嗎 開玩笑 我板橋熟都爛掉了 你住在板橋多久 大概有快十年 除了今天我要帶你去吃飯的這一家店 我希望 你還可以再介紹一些你自己的口袋名單 給大家知道 可以嗎 GO 好的 今天要請我們吃飯的呢 就是 追了密室泰國物 看到這個充滿就是東南亞風情的這種裝飾呢 就知道它是一間東南亞的料理店 可是它很特別喔 它是泰式火鍋 你有吃過泰式料理 但是你應該很少吃到泰式火鍋吧 還真沒有 它就是把這兩個東西結合 看到這個東南亞的布置呢 就會讓我想到最近抖音很紅的一首歌 Music 在這兩個字幕裡 我都會在這兩個字幕 我都會在這兩個字幕 这间店它毕竟是火锅嘛 所以我觉得火锅的汤头还是蛮重要的 在开始蒜肉把这个汤破坏掉之前 我就会先单喝它的汤头 你先喝它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东阴公吧 哦 香茅 一进去那个酸跟辣 马上明显感受到 而且是会刺激味 口水现在开始整个一直分泌的那种感觉 我很想知道什么是东阴公吗 应该是有点类似酸辣 味道综合起来的那一种 而且它的辣是比较在喉头的那一种 麻麻刺刺的 对对对对 我更喜欢的是它的酸 对 酸跟那个香茅的两个搭 搭起来 接下来呢 第二个呢 要来试的是它的浓厚椰香的汤头 我故意挑就是第二个是比较偏温和型的啦 想说一个辣然后一个比较辣 偏甜 而且它是属于中厚吊才会上来的那一种奶香 我觉得如果喜欢吃甜咸料理的人 这个味道你应该会喜欢 而且野奶的味道也是重的 其实我觉得它们这两个特别就是一个是 一开始就出来了 这个是东阴公司前吊就出来了 然后这状况就慢慢上来 你说是哪一个东西出来 香味啊 香茅啊 我想说什么东西出来 那我们先来涮它的肉好了 有的应该是这个吧 酸辣的比较适合 你帮我涮吗 我帮你涮喔 假的 就是观众 怎样 我平时做人很差是不是 对耶 再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酱 还是我们先吃一个原味 先吃 因为它其实它的酱给了三种 我觉得应该就是依照个人喜好 我觉得它这个肉你虽然只剩下去在10秒 可是它的外层已经被它的汤底包覆住了 那它肉质如何 我刚刚其实没有特别是在去注注那种 因为你太饿了 你就是呼噜的直接吞下去 我刚刚直接顺下去 你吃没沾酱的吗 我吃有沾酱 我沾中间这一个好了 应该也是外面比较少见到的酱 很辣 它会滑下去 那个肉真的是滑下去耶 那个肉有厚度 然后但是它的油花跟它的瘦肉 它两个分布又非常的均匀 然后我沾这个中间这个啊 它的辣也是厚劲很强 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酸酸甜甜的 那个辣会在你吞下去的时候 然后跑出来 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它的泰奶要做清淡版的 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它的味道其实都算蛮强力的 在我们在吃肉的同时呢 店员又上了一盘炸物 这个是虾饼 诶 你有看到虾饼长这个样子吗 它有点像甜甜圈的感觉 它虾饼有附一个酱汁啦 好厚实喔 它直接是一般虾饼的大概三倍厚 所以你得把虾饼叠在一起吃 糖 那个口感像鱼浆的糖 它这个面皮不知道怎么炸 薄 但是同时又带有酥脆的口感 这个必点 它这个酱也搭得好好喔 他们厨房到底要备多少酱汁啊 我们现在已经沾到第四种酱汁了 每一种都各有他们自己的味道跟特色 这个值得给它一个赏声 因为我们点的这个是双人 刚刚我们有吃了牛肉嘛 这是鹿 它一个海 因为它其实是海鹿 两个加起来的 所以它还有一盘海鲜的拼盘 然后我跟你们讲 很多人呢他们说他们不吃虾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虾过敏 或者他们不喜欢吃虾 是因为他们 懒得拨虾 你们这群懒猪 不用喔 不用虾子喔 谢谢喔 对 每次拨人就吃 我跟你们来追乐 他们还有一个桌边拨虾的服务 非常的贴心 所以来这里就是可以放心 大口吃虾 好新鲜喔 在你舌头里面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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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是没有拐一拐一拐一 但是等一下叮叮当喔 没有对对对 不要叮叮当喔 哈哈 我在看到网路上面的介绍是说 因为他们有50年历史的 渔获的相关的背景 所以他们集团底下 所有的海鲜的食材 都是主打 它很新鲜 然后它会随着季节 更换替换不同 他们的渔获的食材 然后我刚不是说 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双人海鹿吗 他们还有一个很夸张的优惠 就是你加一块钱 可以得到这个 一只鸡腿 我觉得这间店会让你越吃越包 但是等于就直接敷的这个套餐 对对对 这个怎么可能一块钱就有 然后我告诉你们喔 除此之外 如果你们是那种非常爱吃肉的人 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叫做 爱的告白打卡夹猜 就是呢 你只要在你的IG跟FB 拍一张就是你最喜欢追了的什么餐点 然后公开分享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牛五花 或者是活骏猪一份 通常打卡送肉应该都只是五片吧 它直接给你一大排 好的 我们今天应该吃的差不多了吧 有一个卡牙 最后还有甜点 这一颗是 直接是完整的椰子 它叫做椰香奶酪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奶酪是直接这样 一颗椰子上来的 然后还没有咬在那边 你一吃它的那个味道整个就上来 奶香就上来 很上来 是很浓郁的那种 然后有那种椰子糖的感觉 我现在挖它的时候 它其实那个触感其实有点偏 比较扎实一点点 它不是水水或者像果冻的感觉 很浓耶 一般的奶酪它其实就是鲜奶的味道比较重 它这个就是一种椰奶 而且这个奶酪会不会太大颗 不知道它底在哪里 你要把它戳进去看它底在哪 直接试一次吗 对 哦 诶 真的到底吗 差不多 几乎快把它挖开了 诶 真的是到底 我觉得这一颗四个人分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目前就是新北台北 目前就只有这一家 除了火锅之外 他们其他的副餐 或者是他们一些优惠的方案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大方 然后也都把小细节照顾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相信来这边 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用餐的体验 最后提醒大家 因为追乐它在用餐时段 它其实非常的热门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排队的人 建议可以打电话先提前预定定位 感谢追乐 他说这一间店是派的指标性店家 可以这么吃吗 可是你却点了一个柠檬塔 这还有他的招牌啊 诶 我觉得他们的外观看起来 也真的是非常适合拍照 但他绝对不是的话都可以吃 对 它不是只有重看 重看又重用 它中间是一层黄红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觉得它很勾 就是它的整个口感是天浓郁系 然后再加上它底下这个 它其实也有点类似 湿润型的那种派籽 所以它整个口感吃起来是 整块很浓郁的派在你的嘴巴里面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它上面放的是那个 生的蓝莓 它下面虽然做得这么浓郁 可是它上面这个新鲜的蓝莓 你吃下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中和掉派蜜的感觉 因为我一直很担心 不太那么爱吃它的原因是因为 派通常都会做得很不错 但他们这一家也会 打破了我对于就是派很甜腻的那个想象 它很有层次 柠檬帕跟那个蓝莓 你喜欢哪一样 客人还是喜欢柠檬帕 你喜欢酸一点的柠檬帕 还是甜一点的 它的酸很舒服耶 它的酸不是会关到整个揪在一起的那种酸 它的酸也不是那种 好像会侵蚀你的舌头或喉咙的那种酸 那个酸是你要把那个柠檬这样抿开来之后 那个酸才会中解 嘴巴里面这样冒出来 我跟你讲这个人刚多白目 他刚刚点热的美式 然后他就觉得太烫 然后跟店员算冰的 请问热美式不烫 他怎么会叫热美式 太烫了 对 主要是等不及 想喝咖啡 今天呢是我在返潮的第二天 然后昨天呢那个红衣实在太没用 他吃两家就吃不下 所以呢我今天又特地找了一个 之前也是拍戏认识的朋友 子豪 今天呢也要麻烦你就是推荐大家几家 住在返潮的时候 你觉得好吃的一些店 可以吗 OK 那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天已经开过了 我们现在呢就先出发吧 好的我们今天第二天的第一家呢 先不吃东西先来喝珍奶 然后这间珍奶呢也是很多IG的网友说 这间很神秘 他就是在巷子里面 然后他的奶茶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奶精奶茶 然后一个是鲜奶茶 可是网友都是推荐我要喝他的奶精奶茶 就是有一种古早味的感觉 他喝起来不是水水的奶茶耶 是有一点浓稠感的 这好像不太像是奶精的味道耶 我觉得他好像是奶粉 然后他的甜度呢是可以调整的 奶茶的基底是无糖的 然后他是另外再加那个果糖进去 整体来讲的确他就是一个比较 古早味的那种珍珠奶茶 但是呢 对于我这个没有那么爱喝奶茶的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大杯了 你现在喝行冰热 奶茶是好喝的 我们刚点到的是那个一般的珍珠奶茶 不是鲜奶 可是我觉得它奶香味蛮重的 可能是因为奶粉好多的 那珍珠好吃吗 蛮寒的 如果你拍戏的时候 剧图请你喝这个你会开戏吗 可以很爽 再来呢来到了我们的第二间 然后这间的它是在高际游泳的旁边 它这间店在Google的地图上面是 没有名字没有标示的 不过刚刚我们经过的时候 看到曼多尔在排队 就想说可以来试试看 你要来先试一下它的原味锅贴吗 这我就可以了 不沾酱也好吃 嗯 底层是酥的耶 然后里面的高厘菜 蛮甜的哦 它有点像水煎包里面的内馅的感觉 沾酱敷衩 但是也是好吃啦 但是就是平常吃的那种 酱油的那个味道 其实比我们抱持的期待值的表现在高 对啊 然后再来是汤包的部分 这个汤包呢 乍看之下 目前皮看起来是蛮包的 但是可能吃又是另外一回事 它的汤包的皮的确是偏 比较厚一点点 不过它没有那个油耗味 我觉得它们家的味道 都是走一个比较清甜路线的那种 汤包跟锅贴比较 我觉得汤包烧嫌 比较没有味道一点点 它可能需要沾一点酱 我觉得锅贴比较厉害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家的东西 我觉得不管是锅贴还是汤包 它们的肉的存在感比较低 我觉得那个菜的存在感比较高 嗯 可是也不是说它们的里面的肉包的比较少 抓不到它 就嘴巴抓不到它在哪里 感觉它肉可能没有先淹过 或者是加一些什么很重的胡椒 什么之类的 甚至你可能跟跟我说 它是素的 我都会讲说好像是哦 再来呢来到了这一家呢也是网路上面的一些板桥的网友推荐我的 然后刚刚那个老板一直跟我说就是前几天时尚玩家才有来拍过而已 我们也来录个时尚玩家 然后它的臭豆腐呢它是属于那一种大块的 然后再对切成小块的那一种 我觉得你可以先吃 因为我郭银吃了很多次 我刚刚看那个时尚玩家是说它臭到心坎里 但是呢因为本人今天比赛 那会很重啊 目前闻起来我觉得还还还还我已经觉得很臭 它臭到有一点甘甜耶 我刚刚以为是那个它领的那个酱汁的那个甜味 不是是本身臭豆腐有一种甘甜味 它的表皮呢偏比较厚一点点 可是非常的酥 它臭豆腐的厘身是嫩的 它没有炸到就是整个里面是空气感的那种臭豆腐 你在吃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咬得到那个豆腐本身的嫩度 然后泡菜的部分呢 我觉得泡菜很加粉 但是乍看之下 现在对它抱持着点纯意 因为觉得它好像有点白 泡菜也偏甜耶 不酸 它不是那种一吃下去你会就是 不像那种腌成酒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酸泡菜的人 应该会比较吃不习惯 这间不行我觉得很难 其他店可以 你对这间的评价这么的高 你不是南部来的吗 因为刚刚那个高际呢 它好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目前不开放内容 所以呢我们就是来臭豆腐的这边 先来喝一下的汤好了 很南北啦我觉得 它比刚刚那个酸辣汤还要酸 然后它有点像是台南那个 鲜鱼意面的那一种勾芡的汤 就是甜甜酸酸的 可以吃得到非常重的那种 无醋的味道跟那个洋葱的味道 老实说蛮开胃的耶 味蕾好像有被打开的感觉 再来吃一下它的鱿鱼 很脆耶 我应该就不用帮你试了 我已经吃了 好吃耶 意面加进去 超划算的 因为它刚刚看到它在倒的时候 它一份里面的鱿鱼超多块 至少目测应该有五块以上 而且每一块都切得超大块的那一块 它不卖加那个意面太可惜了 超好甜 那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 它的那个羹汤不会喝起来很腻 重点是它虽然也是偏甜的那种羹汤 可是它的甜不会让你觉得它是那种味精加工的甜 这个甜有点像糖醋的那种甜 就是我现在口水一直在分泌知道吗 因为它有那个酸香气 所以它会促使你的唾液会一直分泌 不知不觉就会一直吃一直吃 一口接一口的那种羹汤 驾到 接下来来吃一间甜点店 这间甜点店是子豪他推荐的 烤布雷呢就是它的主打招牌 所以是每一天都有 蛋糕的部分呢 它每天就大概会出现不同的款式 但是每次出现都只有一两款 那我们今天买的是它的 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你也是有吃过的吗 提拉米苏我没有吃过 我吃烤布雷 老板他们会一直再三叮你 他们家的蛋糕都不能够离开冷藏太久 就是你就是要马上吃 雨现在下的有点大 就是为了要推荐好吃的东西给大家 我们要不为天气的困难好不好 就跟拍戏一样 我觉得现在比较可烂 你的脸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比较可烂 它的蛋糕也是很湿耶 所以你吃完之后 你整个口腔里面奶油的味道比较厚重 它的酒的味道感受上比较没有那么多 整体来讲我觉得它是好吃的 小朋友是适合吃的那一种 因为如果真的是正统那一种 酒味比较明显的感觉 就是比较偏大人口味这样 它不是意识 奶油的味道有点重 对因为你也吃不太出来 那个可可粉带的苦味 厉害喔 可以吃100个 我觉得比辟雅明说好吃耶 这个很好吃耶 就是一吃就爱上了那种 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偏奶酪感 可是它这个同时又带一点鸡蛋味 然后虽然说它的底层 的确是有点像你刚刚讲的 它有点甜 可是因为它上面 它刚刚有烤那个砂糖 所以那个砂糖有点带苦味 建议两个把它加在一起吃 就是你可以中和掉那个 布蕾本身比较甜腻的那个味道 难怪它的烤布蕾是这家店的主导 接下来呢拉蕾吃的呢是 它说板桥人都会吃的 油库口 虽然来可能都会吃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没有说就是 超级好吃 它的面线跟香肠是要一起吃 还是其实分开吃 你可以先吃香肠 我自己习惯 先试它的香肠 干菜 它咬下去它是会有一个回弹的那个力道 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汁就会这样放出来 所以它的香肠其实是比蕾蕾味噌好吃 还是本地 它的面线我觉得比较清淡一点点 吃起来其实就是有一点 没有什么高潮气敷的一碗蕾味噌 但是它的蕾蕾很大一颗 而且它的蕾蕾我刚刚看的时候 它是另外加进去的 它不是那种全部整锅煮在一起的那种 而且它的蕾蕾感觉有调味耶 就是它蕾蕾吃起来是有鲜度的 比较新鲜的 会有一个咸味啊 我觉得那是海水的味道嘛 我自己的话可能要再加一点辣 我要让它从平淡变成不平淡 哦 它的辣蛮辣的耶 等一下好辣哦 我觉得是好吃的 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在哈那个蚵仔蜜爪 所以其实我识不太懂 所谓好吃的蚵仔蜜爪是什么定义 所以我主要是以它的调味来做 我的喜好的分享 可是它的香肠呢 就是可以明显的 从我的以前吃香肠那些资料 吃香肠我竟然有点涩 吃香肠 又到了甜点的时间 然后这一家呢 是梓豪他推荐的鸦片粉圆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鸦片粉圆 它叫做鸦片 鸦片粉圆 可是好像叫鸦片粉圆的人 都是长这种白珍珠吗 都是长这种形态的 然后我点的是那个爱玉 吃完那个蚵仔蜜爪之后超热 一直狂流 看我需要降火气一下 好清爽 然后下面给的冰又给超多 现在吃觉得很爽 它这个爱玉瑙不会太硬 放嘴巴里面就会化成水的那一种 就是酥皮的 可以拿来当饮料喝的 你擦一根吸管就是可以直接吸的那一种 而且它的那个粉圆本身就带有一点点的那个甜味 可是不是那种黑糖的甜味 是那种白糖水的甜味 再搭配我这个有点带酸的那个柠檬爱玉 搭配蛮好的 你这个 妈还可以吃 对 因为你就是爱吃甜 我爱吃甜 我可以吃一下的豆花吗 那你要配那个芋圆的豆花 有点滑 滑感比较重的豆花 不是那种绵密型的那一种 它感觉是光滑 皮肤很好 的那种豆花 最近应该是夏天会超爆多人吧 嗯 那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 只有我们发疯想要还吃冰 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哦 我们还要自己去吃板桥哦 板桥在这有太多好吃值得去尝试的东西了 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家了 最后一家呢 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就是要喝母汤 然后这间汤呢 它有非常多种 它大概有21种汤 但是它每一天都会说 今天有哪一些汤可以点 它不是每一天都有21种汤可以点 所以你来的时候呢 它会把它今天有的汤放在一个袋子里 然后你们就去抽你们药的那种汤 其实就是小小就个人 一个人可以喝得完的那种 它的这个就是中药材很多 然后汤的那个茶色很深的那种 中药的味道比较明显 可是它不是中药汤 所以是好入口的 对啊 那我个人呢点的是 它原本也想要点的 蒜头香菇鸡汤 我觉得这应该就不太会出错了吧 绝对不出错 而且它刚上面有浮一层就是那个 鸡油的那个胶质 喝了之后会通体舒畅 打通跟任督二脉的那种汤 蛮大的 其实蛮没有我想象中的 就是没有我想象中 这么味道这么的强烈 这个人说你们超帅的 好害羞 应该是你的头发看起来像原子少女吧 因为汤头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咸 就是感觉它其实没有加什么味素 或者什么味精 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很原始的味道 我们这一次呢 板桥的美食之旅呢 到这边呢 终于要结束了 我觉得你超强耶 超饱 我们今天一天吃了八家 要不要来应征我的助理啊 真的超级大 你真的是人才 然后呢 这一次推荐的板桥美食呢 因为板桥它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板桥好吃的东西呢 其实它的地点都蛮分散的 所以我觉得板桥就是分区来做美食的分享 比较适合 但是我们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对板桥不太熟悉的人 你可以先吃这几家店试试看 那我觉得下一次呢 有机会的话再邀请你来做更深入的一些 内行的美食 我是杰弗热 他是梓豪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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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